嗨喲 聊四季 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Layu 今天要來看TCT3V3的團戰比賽 這場比賽呢 我們的台灣TAG隊伍有參賽 那我們這場來看 這個GL的戰隊在這個比賽的發揮會是如何 那對方是這個德國戰隊 非常厲害的這個玩家 這個RUNNING也是比較常看到的 這三位其實在團戰也是蠻常看到的 我們就先不介紹 要先來介紹文明的部分 那這邊呢 開局到的是選擇了哥德人 那通常大家對於團戰的外加印象 都是打這個工兵單位 那我們頻道上也有在講 這個哥德人在團戰的外加中 是可以打這個塔公公戰術的 就是前面先打三棒棒轉裝甲 然後去打這個塔公公 是稍微有利的 因為哥德人呢 他的棒棒皮靈之外 而且一開始支部技術 我可以馬上研發 可以多對方一隻村民的優勢 欸 結果這邊看到 這隻村民要被收掉了 完蛋 道特直接把哥德的自己的優勢給丟了 但是對手損失了一匹馬 好像也不會太差 那對手居然是拿出了亞美尼亞做應對喔 這就有點意外了 還以為他會拿什麼波蘭啊 或是朝鮮之類的塔公文明喔 或是條潤之類的 但這邊是選擇了亞美尼亞 新文明 那新文明在於這種比較特殊地圖來說 也不知道他的發揮效果會是如何 那對於亞美尼亞人來說 應該是城堡時代的戰鬥祭司喔 會比較有優勢一些些 那在這樣地圖來說 羅車可以去吃野味喔 可能會好一點點喔 經濟可以補正一些些喔 那哥德這邊是正常的吃肉開局 那哥德這邊吃肉可以試著再更久一點點喔 那這邊如果要打三棒棒的話 待會木頭也要趕快開始挖了 不能拖太久 但這邊很明顯對手 亞美尼亞人是想要拖 哥德這邊的一個經濟採集 還有這邊的節奏 只要打亂哥德這邊節奏 三棒棒裝甲 然後打這個塔公公的戰術策略 就很容易失效了 那感覺道德這邊是有點被針對到了 亞美尼亞人也清楚 哥德這一招的重點 就是不要讓他能正常發育上去 最好是他出棒棒之前 就先把他經濟給打亂 OK 這邊三村對四村 這裡要硬圍嗎 不太好吧 這裡不太好 圍下去會WIN喔 哇 還是要圍了 看來道德這邊是要放棄 這邊放棄保護果子 但往前走 那這邊經濟稍微就被亂掉了 那如果這邊入群的話 也被村民射掉 那對哥德來說是一大打擊喔 那目前道德這邊還是拉兩村 繼續往裡面深入 並沒有回頭的意思 但對手真的是大搞特搞 那我們來看一下內家的是 赫羅阿 這個高滅人 赫羅阿這邊高滅人的話 他的騎士喔 重裝騎士可以大量生產 然後大樓馬也可以 那以團戰來說的話 還是以出重裝騎士為主力喔 趨勢羅阿這邊應該是主出駱駝 兩邊應該都是走一個直程路線 然後哥德外加打這個裝甲塔 跟這個殺野豬去搞事情 真的在搞 哇 居然搞到一隻野豬 那哥德人射野豬傷害是比較高的 所以這邊野豬很快就會擊殺掉 好 這邊洛馬來看一下 欸 但洛馬遇到對方的赤猴 只能互相開扁了 媽 OK 撤退 好 那目前Hera跟 打操 兩邊都已經升到了 要準備升封建時代了 那這邊路可能要被搞囉 好 開始射開始射 開始瘋狂射路 雅密尼亞這邊拉的村民是有夠多的 八隻村民 好 那目前看到 內加的對手也是選擇了高綿 一刺眼農田的高綿 還有這個羅馬人 羅馬人這邊是選擇了在中間的位置喔 這個羅馬人的中間的優勢喔 覺得並不是非常巨大喔 他可能是要在前面出便宜奴炮 做為壓制喔 再加上這個重裝長槍兵 有沒有可能呢 好 這邊看到 道德這邊是想要吃肉 但是雅密尼亞人拉非常多的村民在搞事 讓道德這邊節奏非常的差 高綿這邊轉出的是射箭場 欸 結果打的並不是... 騎士嗎 雅密尼亞人這邊也沒有升到 封建時代喔 現在兩邊經濟都很慘 道德跟雅密尼亞 格德跟雅密尼亞兩邊都是超慘的狀況喔 這邊射箭場下了 打的是弓兵 保免城堡時代打弓兵 欸 他好像沒有要跳層上去喔 看一下吃力量好像不夠 欸 他這邊是幾吋 唉唷 十九吋喔 抱歉 還以為他們已經二十五吋了 OK 那Hera這邊是打瘋塊的小弓雙射箭場 沒意外的話 羅馬跟對方的高綿應該是打一個直層 羅馬這邊是打一個二十二P加二 應該可以射得上去 羅馬的特性來說應該是可以的 但是他有一隻豬被射掉 所以感覺好像也不好說 但他的肉看起來是OK的 哇 他這邊推路是要推完啦 那應該可以了 這個路推完的話就沒問題了 給我們吃那隻野豬無所謂 Hera這邊是先要來打正面的雅密尼亞人 雅密尼亞人感覺是個幌子喔 並不是要太針對他比較好 趕快去打那一家 把那家打爆更重要 因為雅密尼亞剛剛已經拉了這麼多村民喔 在騷擾道特 其實已經是半個死人了 那如果可以用這些村民喔 去吸引Hera這邊的弓箭手 去為那家爭取一點時間 那是最好不過的事情喔 好 所以這邊即使要死一些村民 也在所不惜 後面這邊也開始有羅馬在打囉 結果對方的高綿沒有打城堡世代 而是也是打個瘋壞肉馬騷擾 正面的部分有一些肉馬在幫羅馬防守 羅馬這邊順利的點下了城堡世代 應該是沒問題了 這邊的箭塔也順利蓋人起來 黃金跟木頭頸穩定下來之後 待會就可以去轉出大量的母炮了 這邊直接硬上吃掉了一些工兵單位 但是後面驅著無倫的弱駝赤猴實在是太痛了 秒殺這些赤猴是相當輕鬆的 當然Hera只剩下一隻工兵 後面還有四隻工兵過來支援一下 但前線的工兵已經全部使用光了 這裡趕快再來抓幾隻村民 又抓掉一村 老蛋村民先拉走 現在收掉一村 Hera這邊已經殺紅了眼 這些工兵開始有威力囉 四隻工兵的傷害就比較痛了 殘血收掉 Hera後面家裡有點被鬧到的感覺 然後有點被騷擾到 這邊肉馬已經臭脆了 剩下兩隻 這裡要按些槍兵嗎 看一下這面 這邊亞維尼亞人現在是一片荒蕪啊 好到此這邊也順利升到了封箭時代 封箭時代 封箭時代開始就可以蓋下箭塔了 那這邊要去挖石頭嗎 還是要這邊鬼轉直層打哥德衛隊呢 按這種開局方式對方是步兵跟馬國 亞維尼亞人的副弓箭手也是穿甲單位 所以轉哥德衛隊似乎不是優姐 哥德這邊也可以考慮轉工兵 三個賽哥德打努兵 其實跟一般魔兵是一樣的 一樣有二級射 只是沒有其他的特殊加成 可以考慮一下 不然就直接轉工程器 這邊弓箭手再來集結一下 對方的肉馬過來 但塔塔這邊過來幫忙卡位 但弓箭這邊數量掉得很快 只剩下六隻五隻了 後面弱馬趕快再繼續追擊 村民還在追 哇 這邊亞維尼亞的村民給的壓力非常大 弱馬這邊想要堵住工兵的去路 但又被射倒了一隻 OK 再集到又可以收掉一隻工兵 這邊工兵手速度非常快 Ara這邊工兵雖然秀得很好了 但對手這邊支撃也是很快 亞維尼亞人這邊的村民真的是很煩啊 一直在用村民打架 好像有點厲害啊 大家是不是該選個什麼中國之類的 可能更有用一點 城中心 人口室也比較多嘛 羅馬人果然轉出了奴炮 奴炮配上那家的高免肉馬或是重裝騎士 這個策略看似不錯 而且這奴炮超級便宜喔 一隻只要30黃金啊 沒有開TC 單TC前壓 看一下這一波 喔 又轉出了衝車 看來是想要一鍋斷掉 但這邊道合轉出來的東西是步兵 這個槍兵部分喔 而沒有轉這個長劍兵 也沒有轉這個肉馬或是挖石頭的事情 都沒有 剛剛講我們就挖石頭 看來哥德上層還是要打哥德衛隊 會比較有殺傷力一點 不然他真的是沒有什麼東西好打 這邊哥德是轉出槍兵 槍兵的部分打對方的肉馬效果還不錯 但一定要升級這個重裝長槍兵喔 待會要找個機會升級一下 但這邊黃金礦已經被騷擾到了 後面已經要被迫轉出投資車來應對 不然這邊是會被壓制住的狀況 好 這邊衝車直接開頂 完蛋 Hera這邊弓兵 可能也沒辦法做到太多事情 這邊幫忙射掉一些村民跟肉馬 趙特拉非常多的村民去開打 後面的弓兵已經被要被追死 高敏瞬間解掉了Hera所有的弓兵單位 正前方壓美尼亞的村民也在前面爆打 奴炮現在原地串燒 串到了非常多的哥德爾的村民血量 哥德爾這邊的村民血量只剩下一點點 羅馬這邊也是趕快去修理 這裡的衝車 衝車血量趕快修回來 羅馬直接到了城鎮中心開扁 這邊稍微放出來讓殘血的村民進去 讓血度的村民回來 道河這邊細節做得還不錯 但是這邊的羅馬數量實在太多 村民有沒有地方可以逃 完了 這一波ALL IN一波有機會嗎 現在Hera跟塔套兩個還在城堡時代 暫時是升級的空窗期 這邊按了一些駱駝刺頭 來針對一下對方的羅馬 但道河的城鎮中心已經跨到沒有了 星星偷死車 這時候出來似乎有點為死一晚 好 這邊該怎麼辦了 偷死車這邊砸個一發 好 再一發 哎唷 砸到一些村民 但是這個應該是不薄了 唉唷 掉 從車稍微走位一下 走一發砸村民 哇 砸得非常多 這時候直接拉了一堆村民下來 但是直接被串燒 哇 很痛 羅鎮猴這邊要升級上去 還有一段時間 還有30秒 才可以變成駱鎚刺猴 那亞明亞人這邊黑暗時代 轉出了一些槍兵壓制回去 哇靠 亞明亞人 選的這個是這個意思啊 他已經預測到了這個情況 而選亞明亞人嗎 黑暗時代能出槍兵的文明 就只有亞明亞人了 哇靠 哇靠 這一把有夠精彩 到達難道要被端掉了嗎 德國頂尖戰隊 但是這邊羅馬開始反擊回去囉 這邊只用村民在打架 好 槍兵這邊有點無敵喔 想戳誰就戳誰 但還好沒有中裝長槍兵 但戳這些騎士數量夠多的話 還是有點殺傷力的 好 黑暗這邊的神人中心 應該是修不回來 黑暗這邊只能靠著隊友了 自己沒有任何的輸出能力 村民樹只剩下最後一村 是放棄了嗎 沒有往後走的意思耶 哇 這個神人中心如果掉了村民 也全部死光 就危險了 好 這邊塔套直接用弱馬 只有這個駱駝喔 上去對奴浩一陣輸出 這裡輸出 輸出的相當快喔 果然騎兵單位打工程器就是快速 好 只剩下一隻單位了 趕快修理一下 好 黑暗的騎士開始 就是扛著槍變的傷害 反擊了回去 好像終於守護住了 道塔這邊的神人中心 稍微夾住了 但是對方高敏人 這裡好像又可以轉出了 城堡時代 待會重中騎士出來 應該還能夾得住吧 反正這裡有駱駝嘛 而且還是屈者如人 好 但對手的赤猴也是不甘示弱 雖然你是騎士我是赤猴 但打你臭命還是綽綽有餘 好 被奴炮穿燒一下 呦 這邊奴炮數量還是很多 羅馬奴炮就是這麼的麻煩 最後才奴炮繼續壓制 道塔這邊的神人中心 沒有木材的關係 沒有辦法繼續修理 道塔還有機會嗎 後面幫忙打架一下 敲一下這台衝車 但是城鎮中心最終還是爆掉了 道塔也直接GG 是不是 噢 這個模式是 誰沒有城鎮中心 誰就會自動落敗的模式啊 兩個叫TCT啊 這個簡說突然懂了 瞄準狙擊 誰的TC爆了 誰就輸了 好 TC Tango 要怎麼打呢 現在只剩下兩家了 Hera跟塔套能夠二打傷 設立反擊回去嗎 那其實現在要面對的也只有兩家喔 這個亞美亞人應該是可以不用去計算他的 他只有槍兵 但他槍兵確實能做到一點事情 好這件包夾 有用嗎 這裡有沙奇馬 斯里姆阿 沙奇兵 我們有在打世紀帝國的玩家 都會把他稱為沙奇馬 或是閃避馬 不然是比較喜歡叫閃避馬 這樣比較直觀一點 沒有玩世紀帝國的人喔 也可以聽得懂 簡單來說就是他可以閃避 遠程單位的這個 箭矢傷害喔 或是弩炮啊 子彈喔 他都可以閃得掉 好 那這邊過來 現在要直接去抽後排 喔 這裡村民沒有地方可以逃喔 哇 摸手是村民 欸 這裡是不是走過頭了呢 完全 Hera好像要夾不住了 哇 閃避馬 這邊是兵分兩路 這邊也打 這邊也打 好 開始在打村民了 Hera存在中心 就在面前 閃避馬 直接往前 衝刺 阻掉了一些箭矢傷害 但是 儒化在後面的輸出 還是很優秀 後面的亞美尼亞的槍兵 也在幫忙輸出 這邊亞美尼亞的村民 開車已經在發呆 趕快幫忙修一下衝車 衝車的血量 能夠被修回來嗎 喔 亞美尼亞這邊修理很快 衝車的血量被修回來 上方 Hera的騎士 已經被高敏的 中 一般的騎士給壓制了回去 Hera這邊騎士 適量有點稀少 完蛋了 這邊TC 趕快修回來 TC爆了 就輸了 這個模式好像是不能開TC的啊 大家都是只能單TC開的啊 都沒有人開雙TC的喔 都是單TC all in一波 OnlyTC 好 這邊上去切一切 好 這邊又暫時夾住了 但是羅馬人這裡沒有放棄進攻 喔 這時候高明點下了一擊射 這個有點微妙 黑擊射在這個時間點 好 現在羅馬人經濟開始被壓制住了 奴炮的數量待會應該會變小一點點 這邊奴炮有點危險 穿燒一下 稍微分開 躲避奴炮的傷害 OK 這邊直接一個天女上滑 想要閃掉奴炮的傷害 但奴炮這邊直接輸出還是有點有料 這邊用這隻騎士去輸出殘血拉掉 這畫面怎麼跑掉 好 生女開始來招翔 有三隻輕騎兵 要來拘殺生女 能夠守護住嗎 哎呀 有隻生女被砍倒了 但最後還是招翔到了一隻騎士 可以稍微抱一下 又解掉了幾台奴炮 好 看起來 來 HERA跟塔套好像還有機會 反擊回去 好 中裝騎士只剩下十隻 還是亞美尼亞這邊伸封劍 直接一個亞美尼亞封劍勸退 怎麼可能 邊上都是帝王勸退 這時候打出了GG 塔套這邊跟HERA打出了GG 結果投降的是對手 哇靠這邊 HERA跟塔套二打三成功拿下了比賽 我們恭喜GEO的戰隊 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雖然道特已經消失在了這場比賽中 但之後呢 他的隊友了 為他也拿下了勝利 看來道特這場比賽 犧牲並不是白費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看他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高米倫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塔套只輸了一點點而已 高米倫的易順農田 還是比較厲害的 這場比賽我覺得真的蠻特別的 不能蓋TC 然後TC被拆了就會自動輸掉 這場比賽呢 也算是相當有趣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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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